这龙袍啊 多穿一重就多一重的桎梏 少了些自在随意 朕登基那么多年 有多少遵人后的烦恼啊 有时朕真的觉得累了 皇上萧衣干事不屑于智 不就是为了去先帝之志 定盛世江山吗 朕要定盛世江山 也想与你安享片刻 朕要定盛世江山 皇上 太后那儿等着您去问安 另外 吟着总督求见 你看 一回这皇家四方天地 就是无尽烦忧 皇上快去吧 走吧 这几日 地方官员来得勤快 可是有事 听闻他们拨了许多二八家人 入行宫伺候 说是怕行宫 人寿不足 侍奉不周 你瞧瞧 朝廷官员就这点心思 有女儿的送女儿 有妹子的送妹子 没有的想尽了办法 也要安排了女子进宫 服侍皇帝 以求攀得荣宠 若是得皇帝一息宠信 从此丢在了行宫 岂不是耽误了人家姑娘一辈子 太后慈心 皇上这些年 从未有选秀之事 也不算是声色犬马 好色浪荡之人 年轻盲语政务 皇帝没这些想头 如今天下太平 皇帝要是起了安逸之心 带了个狐媚的回京 那可就麻烦了 福家 你安排下去 哀家要请皇帝 看场歌舞 是 皇帝 既然太后有意而安排 春斩 咱们得紧着些了 这个自然的 只是 此事皇后娘娘并不知情 万一 皇后不住本宫 本宫就住自己 难不成 要一辈子养人鄙夕吗 主说得在理 宫里都安排透了吗 有兰翠在 主放心 不认识 皇上 太平盛世 福泽江南 臣 敬皇上 太后 福泽江南 敬皇上 太后 今夜 众亲同欢 好 太后 不认识 孙子 太后 了 早 特 不认识 怎么也得瞧一瞧荷花再走啊 皇娘说笑了 春日里哪来的荷花 果然真有荷花 太后妙思 这水上樊春凝柱炼宴 皇娘也算是 一了了儿子的心愿哪 看荷花里的人 跟花蕊一般 春贵妃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那 朔术诺 朔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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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万事无日不胜 无尘暖化性 来 皇后娘 嗯 来 来 太后万安 皇上万安 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吧 皇帝 弹琵琶的是梅萍 唱歌的是庆贵人 皇帝怕是久没见他们 早已经忘记 他们还会这本事吧 庆贵人 你是哪一年伺候皇帝的 回太后是乾隆四年 都十二年了 哀家记得 你刚伺候皇帝的时候 并不会唱歌的 臣妾自知不才 这些微末记忆 也是这十二年中慢慢学会 先来打发时光的 这些年来 是朕稍稍冷落你了 你才自吟自唱 打发时光 皇上总是新欢旧爱 都不辜负的 家贵妃这话便说错了 皇帝自从南巡以来 独宠皇后 哪还记得什么旧爱 新欢更是一个也无 皇后长久无子 皇帝若是专宠无诞 这后宫 如何添新的子嗣啊 皇姑娘 这淑妃也刚玉玺 儿子的膝下也不缺子嗣 子嗣要广 才是皇室的福气 何况你这后宫 嫔妃这么多 要羽露均毡才好 总和皇后处在一起 又长不见人影 实在不合适 若不是哀家提醒 你要等你满宫嫔妃 心生愿望 你才回心转意吗 皇姑娘 儿臣知罪 顾及后宫嫔妃是你的侄子 本不需哀家提醒 可见 你这个心后疏忽到什么地步了 太后 皇上与皇后请好 臣妾等不敢心生怨念 嘴里说什么 心里想什么 哀家也是打嫔妃过来的 怎能不知啊 皇娘说得是 是儿子不好 梅嫔和庆贵人 都是朕眷爱的人 儿子从今往后 一定会多多眷顾他们 也不会冷落六宫诸人 那就好 湖边风大 梅嫔 庆贵人 你们在这儿陪着皇帝 哀家 先回了 恭送太后 庆贵人与梅嫔 没有辜负了太后的一番苦心 庆贵人也罢了 你没瞧见 皇帝根本就没瞧梅嫔嘛 人都干瘦了 也真是可怜 若无梅嫔娘娘的陪衬 庆贵人也不算惹眼了 今晚哀家费了这么多心思 把庆贵人推了出去 也不知道 皇帝是否明白哀家心思 皇上会明白的 光一个庆贵人还不够 傅家 官家阁阁里 若是有出色的 还得留意着 这不是歧辱吗 是 臣请太后安 这么晚了怎么在这儿啊 皇上招臣过来请个平安脉 说这几日劣感疲乏 好 臣便在此候着等夜宴结束 好好伺候着 是 如有不妥 便回禀哀家 太后放心 请 齐太医 夜宴还有一会儿才结束 让奴才陪您 慢慢往里头走吧 好 好 我帮您齐太医 有劳公公 您请